白芷 去门口守着 不要让人进来 可是王妃 萧兰若瞪她一眼 白芷只能不情不愿地出去了 把衣服脱了 这 不好吧 脱衣服 我好帮你拔劲和包扎伤口 不然你想失血过度而亡吗 萧兰若暗暗翻了一个白眼 这古代人啊 就是淤浮 一个两个都这样 上次付军玉也是这样 哦 毕竟第一次在女子面前宽衣 除以寒害羞的 手足无措 局促不安 我又不是老虎 还能吃的你不成吗 萧兰若看她那窘迫的样子 打去了一番 哎 这古代人就是保守 拔劲过程会很痛的 你忍着点 说完啊 萧兰若动手拔劲 太疼了你就喊出来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字 萧兰若还哼起了歌 楚一涵 虽从未听过这种曲风 只觉得好听 一下被她这句话逗笑了 成功转移了注意力 萧兰若趁机一气呵成 拔出毒剑 瞬间伤口血流如注 萧兰若赶紧止血 撒好药粉之后 绑上了绷带 幼鬼的石针 把体内毒素排出来 最后拿出血毒单 交代她吃法和用量 楚一涵看到药品 也震惊了一下 她阅历无数 却从未见过此类药片 但一是萧兰若给的 她还是宝贝的锦 姑娘贵姓 免贵姓萧 叫我兰若就可以 你呢 楚一涵 那我叫你若若吧 楚一涵 匹笑着问 那吊儿郎当的 脾里脾气的模样 真的是很欠揍 刚刚听说你是王妃 不知道是哪家王爷 这么有福气啊 傅君玉 那个面瘫有什么好的 只会装酷 萧兰若觉得面瘫这个词 形容傅君玉 还真是形象 现在还是个瘸子 若若 她配不上你有趣的灵魂 和这花蓉月貌呀 要不你与她合理 跟本公子走 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你叫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赚的银两都给你 怎么样 萧兰若被她逗笑了 行了 你还是想想等一下 怎么安全地离开吧 那些人肯定还在外面埋伏的 我还有事情要办 我就先走了 你记得欠我一个人情哦 刚要走 厨一汗便朝萧兰若 抛去了一块玉佩 哦 信我 拿好 一看就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萧兰若赶紧把她揣好 然后戴上白纸 拎着那只鸡 头也未回 就往集市去了 厨一汗苦笑 多少人 想要这风声阁的令牌 这位主道好 看都不得看一下的 即便她成亲了 能抢过来 就是她的 厨一汗这么想着 顿时心情 好了不少 而萧兰若这边发生的事 暗昧飞影 早就禀报给了傅军玉 查到那红衣男子 什么身份吗 暂时还没有线索 一定要给本王查出来 尽快将王妃的 所有事情查清楚 想到她和那红衣男子 独处一事 傅军玉又觉得 心里堵得慌 此时萧兰若 正在和白纸 买锅碗瓢盆 蔬菜猪肉 各种调料 乃是买得不亦乐乎 将所有的生活 必备品都买好 萧兰若请了一辆大马车 和两个小司 回到王府的时候 可把门前侍卫 给惊呆了 看着那两个小司 一趟一趟地 往西暖轩搬东西 侍卫们的眼角出了抽 王妃 这是买了多少啊 最后的最后 还有一只大肥鸡 而萧兰若回到西暖轩 就开始布置起来 生活嘛 要继续 管她大风大浪 也要活得精致些 布置完房间 萧兰若和白纸 还有那两个小司 把院子里的杂草 都处理了 翻了土 萧兰若在靠近厨房的 那块地上 撒上了紫罗兰 院子前那些宽敞的空地 弄了个秋千 秋千旁边 种了许多鲜花 其他空地 都种满了蔬菜 萧兰若忙得 是不亦乐乎 布置好了院子 萧兰若结了工钱 便让那两个小司回去了 这一忙活 就到了傍晚 果然 有银子 就是好啊